其实你很多的影视作品 还是局限在偶像剧园 对 这就是我 我昨天跟很多媒体讲的是说 你知道可能 可能那个流星花园 那个盗明师的印象 印象太深了 给人家太深刻了 其实你说很多时候 并不是我决定要演什么 比如说今天可能 我们看过电影或电视的剧本 可能我看了十部 可是坦白讲 可能里面有九点九部的角色 都很雷同 我根本没有办法 我根本没有办法 从这里面去找到一个 我能够让人家觉得 我改变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这次来 其实我也就是 希望很多媒体 可以帮我让内地更多的 比如说不管是制作人 或者是电影的导演 知道说 我觉得严险就现在很明白 他就是一个演员 他会希望可以挑战 任何一个 就像那天我跟他们讲说 我之前看了一个 内地的电影叫《季节号》 那对话讲我就觉得 我很羡慕那个张寒宇 就是我觉得他 他很棒 因为他 他 他演活了那个角色 可是相对 我觉得那是一个 每一个 如果我 如果我真的觉得 我是个演员 我就想要挑战一个 OK 我今天不要化妆 我今天我可以踢平头 我可以 我可以脱上衣 我可以把自己弄得很脏 我可以把自己弄得很邋遢 可是我就是在那个角色里面 严陈旭你很多的影视作品还是局限在偶像剧 对 这就是我 我昨天跟很多媒体讲是说 你知道可能可能那个流星花园那个盗明师的印象 印象太深了 给人家太深刻了 其实你说很多时候并不是我决定要演什么 比如说今天可能 我我们看过电影或电视的剧本 可能我看了十部 可是坦白讲 可能里面有九点九部的角色都很雷同 我根本没有办法 我根本没有办法从这里面去找到一个 我能够让人家觉得我改变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这次来 其实我也就是希望很多媒体可以帮我让内地更多的 比如说不管是制作人或者是电影的导演 知道说 我觉得严陈旭现在很明白他就是一个演员 他会希望可以挑战 不同的 任何一个 就像我那天我跟他们讲说 我之前看了一个内地的电影叫季节号 那对话讲我就觉得 我很羡慕那个张寒宇 就是我觉得他 他很棒 因为他 他 他演活了那个角色 可是相对我觉得那是一个每一个 如果我 如果我真的觉得我是个演员 我就想要挑战一个 OK我今天不要化妆 我今天我可以踢平头 我可以 我可以脱上衣 我可以把自己弄得很脏 我可以把自己弄得很邋遢 可是我就是在那个角色里面 我不用 我不用光鲜亮丽 我不用让人家觉得 好像我们在塑造一个 一个形象 可是如果 你有想过自己踢平头什么样子吗 我 我以前就是 我以前模特的时候就是留短发 只是说 只是说短发有个缺点是 我短发看起来会比较 因为我笑起来比较白痴 所以我 如果我踢平头 其实看起来像一个小男孩 可是如果 你知道如果我今天为了一个角色 那我觉得那个感觉会很不一样 就是我让自己可能比较 比较颓废 留胡子 然后看起来就不像是一个艺人的时候 我觉得当然我会很期待 我可能我在内地我会有那样子的角色 有人愿意让我发挥 然后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说因为很多像内地媒体朋友就觉得说 好像我给人家感觉比如说很贵啊 很遥远啊 你真的很贵吗 我没有 我说 我就跟大家讲 我说 我说如果今天真的有一个很好的剧本 很好的角色 我真的 但我甚至看见 我说真的你请我吃顿饭 我都 我都很愿意 因为对我来讲 我要的是机会 而不是 我觉得我不是想要赚更多的钱 我都不想要赚更多的钱 我都不想要赚更多的钱